大家好,我是阿广 在这里等了好久了 看一下勺水退下来没有 退的差不多了,还可以下去了 我们下去吧,走 这沙滩上面好多这个沙马卸的洞 改天我们拿工具过来挖点回去 包粥撕,这包粥好好撕的 这石缝下面,发现一个石头蟹 看能不能抓到它 出来,被挽子 这石头蟹这么大的算可以的了 这种品种就大不了哪里去 把它收了,第一个收获 哇,我想把它拿上岸 拿不了啊 这石头太大,压子在里 拿不动,算了 这边还有一个螃蟹 这是什么螃蟹来的 这个是挂掉的了,退壳的 它退完壳就跑了,这个是旧壳 这里又发现一个石头蟹 哎,跑进去了 抓不到 太近期了,这个石洞好深 这里这里 这石头下面有几个躲在这里面 看能不能抓到它 哎呀,跑了跑了跑了 一翻开它就跑了 好难抓它 这里水有点伤 这脚哦,挖在这里 你挖伤一点人家就看不到你了 喂,出来出来出来 被碎了 哎呀,这个兰花蟹来的 可以 拿出来了 封了 这个玻璃 在擦盘上面 比较危险 砸到脚好厉害的 把它捡回去 哎,这里又发现一个螃蟹窝在沙里面 这个应该是石头蟹来的 出来 嗯,跑不了了 这小家 这个够口比较小就把它放了 哎呀 这小伙 出来出来出来 躲你都不会躲深夜点 跑啊 嘿 好猛啊 这个 想跑进石峰里面 是吧 跑啊 就让你跑 哎,那个螃蟹也跑过来了 哎呀 好了,跑了 不斗你了 到我桶里来了 这小家豪又躲进这里来了 我刚才在抓那个螃蟹 他想过来 救那小伙 是吧 哇,这里发现一条 斑马皮皮虾 你看 在这里 动 好了 把它放吧 这么小 小家豪,好可爱 走吧 哦,这烂碗这里有个螃蟹 哇 这个是面包蟹来的 都死掉 哇,这里还有 哇 还有虾 这什么鱼来的 肚子都烂了 藏在这烂碗上面 哇 这里 这个白碗来的 应该是人家在外海那里 是不是爽 打着这个碗断掉了 被打上来的 这些山海才有这些东西的 哇 你看 还有虾 三条虾 还有这个八爪鱼 都死掉了 这虾 也可以啊 不错 这三只虾这么大 收了 好了 这碗也太重了 拿不回去 太大了 好了 也是来几个小时了 今天就 抓了几个螃蟹 还有捡了几条虾 草水也慢慢涨上来了 好了 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看看 新鲜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关注 我们下去更精彩 拜拜